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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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工部文工团与来自蒙茂县昆马区 和蒙能县两支宣传队的舞蹈演员和歌手们 进行了精彩的迎宾晚会 为参加峰会的12家民族革命武装组织领导们 众多嘉宾及媒体记者 献上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 请报道 联合党中央总书记瓦邦政府主席 联合军总司令鲍又祥 联合党中央第一副总书记 瓦邦政府副主席萧美亮 中央政治局常委 联合军副总司令 联合军总参谋长赵总当 联合党中央副总书记 邀请要军区政委鲍又祥 中央政治局常委 对外关系部部长赵国安 中央政治局常委 财政部部长包有良 中央政治局常委 邀请要军区第一副司令魏学云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办公厅主任李祖烈 中央委员 政工部部长袁生炳等中央领导 以及帮外其他11家 民族革命武装组织高层领导人 应邀列席代表 嘉宾媒体记者等出席了迎宾晚会 网会上 政工部文工团的演员们 以瓦民族丰富的歌舞资源 民众的历史 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为元素 用歌舞的形式 不仅充分展示了瓦帮人民的勤劳 包容 粗狂 豪放 不屈不饶的民族性格和团结奋进 拼搏向上等与时俱进的时代风采 而且深情殴割了联合党领导下的和平建设时期 瓦商大地上生活着18个民族快乐无比的幸福生活 整台网会集思想性 观赏性和艺术性相结合 全体演员 金藏的演技 情绪饱满的表演 浓厚的民族气息 多元的民族元素 深深地感染了现场观众 为观众提供了一场丰盛的艺术盛宴 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这是瓦邦新闻局为您报道的 新闻局报道 5月1日上午 各民族革命武装组织领导人峰会 在瓦邦守护邦康隆重开幕 瓦邦邦联合党中央总书记 瓦邦政府主席 联合军总司令 邦有祥在开幕式上 代表主办方致欢迎池 请好 邦康峰会 以5月1日至6日 在联合党中央总部会议室举行 国内共有12家民族革命武装组织领导人 出席峰会 这12家武装组织或政党分别是 克清独立军 博欧民族解放组织 国港同盟军 新盟邦军 若开军 上邦进步党 克伦民族联盟 红克伦民族进步党 德敖民族解放军 上邦复兴委员会 上邦东部同盟军 瓦邦联合军 此次邦康峰会 适应国内其他民族革命武装组织的建议和要求 在邦康举办 峰会的主题为 就目前国内形势进行交流与沟通 为国家长期和平稳定 献计献策 据了解 参加邦康峰会的12家民族革命武装组织领导人 正式代表达60人 在6天的会议期间 12家组织领导人也将会在会上依次发言 各家发言完毕后 还会专门抽出一天的时间 来集体或分组讨论交流 同时 参会人员也将休会一天 去参观猛茂茶厂和咖啡基地等 以实地考察瓦帮建设发展情况 大会秘书处也将整理材料 草拟公保 最后一天 大会将讨论峰会公保 便发布公保 峰会还专门设立了列席位置 邀请特别代表参加 此次峰会受到了全球的高度重视 参会领导级别高 组织也大 都是来自民族地区的领军武装力量 金服含盖勒瓦 上 克钦 克伦 国港 若开 德昂等国内多个少数民族 这是瓦帮新闻局为您报道的 新闻局报道 5月1日 联合党中央总书记瓦邦政府主席 联合军总司令 包有祥 今天上午出席各民族革命武装组织领导人 邦康峰会开幕式 便发言至欢迎池 请很报道 上午免十八点 开幕式正式开始 考虑到参会的各个武装组织成员精通免语 为了不过多占用大家的时间 报有祥总司令在发表简短重要的讲话过后 特地委托瓦邦中央办公厅主任 李祖烈用免语 代表他向出席大会的各个组织领导人 致欢迎池 致词中说 在国家政治形势复杂多变 各个少数民族面临前途抉择的关键时刻 我们诚意接受一些兄弟组织的建议 邀请我们生死与共 命运相连的部分少数民族革命武装组织的领导人 前来相聚 共商国家前途 各民族前途的大事 这次峰会 我们也邀请了正在和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国港同盟军 德昂民族解放军 若开解放组织 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存此相依的弟兄 参加这次峰会的 有些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也有不少新朋友 我们十分高兴和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良机 首先 请允许我代表瓦邦联合党 瓦邦人民政府 瓦邦联合军 瓦邦60万个族人民 对应邀前来参加峰会的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致辞中表示 每个民族都应该在政治上一律平等 每一个民族都要有自己的尊严 这是天经地义的 在我们缅甸 一直以来 少数民族的人格和民族尊严都没有受到历届政府的尊重 更没有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长期处于被践踏被启示的地位 我们在座的各少数民族的先辈们 为了争取民族平等 民族自治 民族尊严 反对民族压迫 民族启示 民族童话 进行了几十年的抗争 前赴后继 不屈不挠 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正是这种抗争的场务 全国各民族都反对战争 渴望和平 都想在缅甸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度里 在没有压迫 没有启示的多民族大家庭中 和谐相处 互敬互爱 共同来建设国家 建设美好家园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 民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 国内战争持续不断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 仍承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虽然3月31日 缅甸联邦共和国政府 从少数民族革命武装组织通过 并签署了全国全面停火协议草案 但要实现全国全面停火 还会有许多变数和斗争 没有停战 全国和平协议就是一纸空文 致辞中强调 我们举办峰会的目的 就是为早日实现国内和平 通过这次革命武装组织领导人峰会 就大家共同关心的全国性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求大同 存小义 共同协商 达成共识 并与联邦政府进行政治谈判 希望最终与政府达成全国性的和平协议 致辞中指出 瓦邦是一个贫困落后的高寒商区 1989年以来 我们坚持走和平的道路 遵循部分裂国家 不闹独立 自己管理自己的原则 已在风雨中度过了26个春秋 根据历史的资料和现实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我们已向联邦政府提出自治邦的申请 希望得到各组织领导的同情 理解和支持 最后 致辞中预祝此次峰会取得丰硕成果 圆满成功 并祝各位朋友在峰会期间心情舒畅 生活愉快 身体健康 平安幸福 联合党中央第一副总书记 瓦邦政府副主席肖明亮 中央政治局常委 联合军副总司令 联合军总参谋长赵宗当 联合党中央副总书记 邀起邀军区政委报友仪 中央政治局常委 对外关系部部长赵国安 中央政治局常委 财政部部长报有量 中央政治局常委 邀起邀军区第一副司令 魏学云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李祖烈 出席开幕式 中央委员 政工部部长 延生秉列席 这是瓦邦新闻局为您报道的 新闻局报道 参加各民族五周峰会的媒体参观了解邦康的文教卫生情况 请报道 峰会开幕式结束以后 各媒体代表在 在瓦邦新闻局副局长叶嘎 正工部教委工作人员和连结的带领下 先后参观了邦康市的缅华学校 正新学校 纳洛彭才学校 缅文学校等地 对瓦邦邦康的教育情况做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四所学校 各媒体代表对学校的设施 教学科目 师生的生活情况进行采访了解 同时得到了各校负责人和师生的积极配合 在正新学校和彭才学校 各媒体代表还分别参观了学校的图书馆 宿舍 食堂 了解学生的课与生活和学习情况 当天下午 在新闻局副局长和卫生处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 各媒体代表先后参观了解了瓦邦人民医院 免政府医院 联合医院 对各族人民的健康有了新的认识了解 参观中 各媒体代表对瓦邦文教卫生 在26年和平建设发展中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 同时希望瓦邦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为缅甸的民族和谐和平发展起到了带头作用和积极模范作用 这是瓦邦新闻局为您报道的 好了 各位朋友 瓦邦新闻就为您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